苏州位于太湖之滨长征南岸的陆海口处 宋代吴俊志用天上天堂地下苏行 来形容苏州行多的美丽繁荣与富庶 今天的苏州之美不仅在于以你的古典园林 还在于花样繁多的精致美食 阳城湖大达蟹怎么做成了雪花 猪蹄胖为什么吸引了法国总统 此乎为什么咸贫爱富 巴肺汤到底吃的是干还是肺 在这一集里 翠花让带领大家细细品味苏州的精致生活和苏邦美食 苏州的精致生活 苏州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已有四千多年 直到今天苏州依然保持着古代水路并行 河街相邻的双棋盘格局 和小桥流水粉墙带瓦古近名媛的独特风貌 苏州古城遗存的古迹密度仅次于北京和西安 昆曲 阳城湖大闸蟹 周庄 是苏州的三张名片 苏州美食之旅第一站就从阳城湖开始 在这里我们一起去湖中补蟹 第二站到一家百年老店 了解正宗的苏邦菜 雪花蟹斗 第三站前往苏州新区品尝一道私房菜 最后到墨独古镇 享用独一无二的巴费汤 借着温润的气候 水乡苏州拥有了丰富的饮食资源 千百年来苏州美食形成了独特的风格 来苏州城 如果你不曾品尝过猪红星的头汤面 松鹤楼边的季菜馄饨 黄天园的松糕 绿阳村的馄饨 那无论如何也不能错过阳城湖的大闸蟹 苏州有句俗语 秋风起 蟹脚氧 是说从入秋以后 阳城湖的大闸蟹就开始成熟起来 而此时也正是吃大闸蟹的最好吃节 我们的美食体验着翠花和向导冯钞 到访苏州第一站 便是位于市区东北的阳城湖 马家蟹庄 我来吃一下 这么多的蟹啊 哇 洋城湖的鞋这么好看 清水大闸蟹主要是那个水要清啊 水清才能养出了最好的螃蟹 然后呢 它个天然的耳料 那个螺丝又好 这叫做我们还要种水草 让它那个生态管理更好 为什么它叫大闸蟹呢 古代的时候都是用那个叫做炸门 在炸门上炸起来的 用那个阻力子 像炸门一样 好像在那个河道上 然后呢 它爬爬爬到长上去 那么人家就炸 这个叫大闸蟹了 给大家说哈喽 陈师傅我们带来了几只蟹 因为我听说过 有经验的出事能分辨出 阳城湖大闸蟹的螃蟹 你能在这里找一找哪个是阳城湖的呢 我来看一下啊 这个蟹不是阳城湖的 这个不是 这个蟹呢 也不是阳城湖的 也不是 那这个蟹呢 属于我们属于是阳城湖的 因为它有绿色的绳子 所以你就这样 不是不是 阳城湖大闸蟹的特点呢 它是什么 它是金钩 黄毛 青背 白肚脐 肚脐脐 那这不是白色的肚白的吗 这个肚皮没有这个白 阳城湖的水质比较好 它里面含有很多的矿物质 所以它的这个壳是青色的 像这个壳呢 属于留点灰 陈师傅是苏州的烹饪名厨 他所在的德岳楼 距今有四百多年的历史 曾被清代乾隆皇帝赐名 天下第一师傅 是著名的苏邦菜老字号 这里用阳城湖大闸蟹制作的菜肴 远见闻名 你好 我就是本这个菜肴来的 你们吃这个群花蟹都感觉怎么样 鲜的 鸡蛋的味道 你呢 你吃的好吗 很好啊 蟹的味道很重的 很重的 是吗 那上面那个泡膜怎么样 我觉得它挺好玩的 挺好看的 好看 就像一个雪球 像星际林 好的 那你们多吃一点 雪花蟹斗 在芙蓉蟹的技术上创新而来 是苏邦菜多的精品 它繁杂讲究的这所过程 可谓是步步精心 拆这个螃蟹非常熟练了 已经做了这个工作 做了多少年了 做了三一年 阿姨说做了二十几年了 那平均每天你会拆多少个螃蟹 拆一百多斤 一百来斤 一百多斤 一百多斤 那一百多斤是什么概念 是多少个螃蟹 六百个螃蟹吧 五百个螃蟹 你是每一个人在这里 做这样的工作吗 四个年 他要四个人左右 每天工作多长时间 他阿姨说他们蛮辛苦的 他们每天早上七点钟过来 来出蟹个蟹粉 要出到晚上五六点钟 十个小时左右 真的蛮辛苦 你现在用的这个工具是什么 这个工具叫做蟹签 蟹签 对 叫做替螃蟹身上白肉的 就是现在这个螃蟹身上 这一部分 看着这 哇 这么方便就出来了 这个技巧可好 可以来吗 我可以来吗 这好玩 过瘾这个构造 拆蟹是制作雪花蟹豆的 第一个环节 蟹不仅要拆得利落 拆得干净 而且要熟知蟹的构造 把不移吃的部分去掉 阿姨 螃蟹有哪些地方 不能吃呢 一个肺 一个肺 肺是不能吃的 它是比较寒心的东西 肺不能吃 对 两边的肺 还有一个外 一个外 陈师傅已有二十年从业经验 雪花蟹豆是他们拿手好菜 陈师傅现在要完成 整个雪花蟹豆制作中 最关键的一步 炒蟹纹 炒蟹粉要看好火候 而要动作轻盈 炒制时不能将蟹豆 蟹膏蟹环打散 要保持蟹粉的完整性 我们的蟹粉做好了 蟹粉里面有什么做料呢 我们这个蟹粉呢 是用猪油加了葱姜炒制的 这个猪油就是非要用猪油吗 因为蟹粉比较腥 用葱姜煸透去它的腥味 那么用猪油炒制呢 使得这个蟹粉更加的肥 吃在嘴里口感更加的肥嫩 很鲜滑 好香啊 炒出来的这种快香 那里面还有一些葱花是吧 葱花吗 对 像一个意大利面酱 面酱 面酱 雪花蟹头的雪花 是用鸡蛋清 经过长时间打制而成 雪花的制作 要注意的第一个字就是快 因为用蛋清打制成泡沫状的雪花 要尽快放入蒸笼蒸制 制作雪花时不能用大火 要用锅中冷水 在加热过程中 慢慢腾出的清气 缓缓加热 才能达到晶莹雪白 形似雪花的效果 下来我们就是 把这个蟹黄 下在这个蟹壳里的 组装过程 组装过程 对 我们就装在这个蟹壳里面 就可以了 来 我也一会儿来一个 这个蟹壳呢 实际上我们是 可以作为一种盛器 刚来这个螃蟹的 浑身圈都是吧 最后呢 我们装这个之后 我们把这个雪花放在上面 是吧 那么完了过后呢 在雪花上面呢 要交一个明汁 明汁 什么是明汁 很透明的玻璃芡 让它这个雪花 有点味道 因为这个雪花没有味道 雪花蟹豆 以蟹壳为成器 以蛋清制雪花 形状酷似一只土沫的蟹 菜品的形 色 味 达到高度统一 是秋季时令 苏邦菜中的 花色大菜之一 那我们终于可以开始吃了 我们的雪花蟹豆 每一个人拿一个哦 这么漂亮的雪花蟹豆 怎么吃呢 那么首先呢 我们吃上面的雪花 嗯 这个雪花是可以吃的 可以吃的 嗯 可以可以可以品尝的 因为在刚才 焦汁的时候呢 已经把它入味了 嗯 我在吃之前 我还是想说 它太漂亮 你就不舍得吃 因为这个白色的雪球 下面那个贝壳是红色的 所以我觉得颜色 它配得非常漂亮 这个蟹肉非常的香 非常的香 非常的肥嫩 我告诉你 陈师傅 我都觉得 我想天天这样吃 螃蟹太舒服了 那么但是这个螃蟹肉呢 也是不能多吃的 不能每天都使用的 那么因为这个螃蟹 是出于寒性的东西 寒性的那个动物 那一般一个人能吃几个 吃一个到两个就可以 一到两个就够了 在苏州众多的街巷之中 位于金昌区昌门外的山塘街 被称誉为孤苏第一名街 是一条有1100多年历史的古街 由唐代诗人白居易 开凿的山塘河 在这里与大运河相接 一条连接苏州的繁华商业区昌门 一条连着花龙聚集的虎丘镇 和名胜虎丘山 自唐代以来 它一直是商品的集散之地 南北商人的聚集地 商团街是苏州最古老的一条商业街 这里面有大部分的苏州美食 还有些苏州小吃都在这边 看看很多小吃都在这里 很多小吃都在这里 那苏州人喜欢吃什么小吃呢 苏州人喜欢吃一些糕点 让它有一些甜点 所以说苏州的小吃都基本偏甜一些 偏甜一点 那我要小心热量很高 老板来两碗这个桂花鸳鸯糖粥 糖粥 对 这个糖粥是什么呢 这个糖粥也是一个苏州的 著名的一个小吃 它是甜食 甜点 对 它也是甜点 以前呢都是这个 背着这个蛋子 然后敲着一个帮子 就那个帮子 对 就这个帮子 对 敲着这个 卖 再走在街上叫卖 这样的 好了 上面又是什么 这边是红豆做的 没有桂花油红桃 非常精细 确实原氧的 就像我们吃火锅一样 这里辣 这里不辣 清糖和辣汤 有红糖 有红豆是吧 对的 然后吃起来 糯糯的感觉 用食不厌精 快不厌细这句话 来形容苏州的小吃 最为提起 梅花糕呢 梅花糕和海塘糕 大概是苏州城里 长相最漂亮的两种小吃 最正宗的梅花糕 就在山塘界 这家邓家海塘糕 名阳四方 师傅邓月明 已经是梅花糕 海塘糕制作的 第三代传人 这里这个就像一个梅花 对 拿出来是这样 好像一个冰淇淋 很烫的 这是苏州的冰淇淋 这个冰淇淋的历史 已经有三百多年了 三百多年了 来吧 冰淇淋干杯 苏州小吃 自古而今流传下来 地道的苏州口味 令人念念不忘 它是中国四大小吃之一 在山塘街 售卖传统糕点的老字号 和传统小吃的店铺 就有十几家之多 它们保持着 传统的制作工艺和味道 在日新寓意的苏州城里 依然广受欢迎 今天翠花来到苏州 最著名的老牌酒店 虚城大厦 潘晓敏 正宗苏帮菜的国宝级厨师 有四十年徒艺经验 他所创作的黄泥蹄蹄蹄 被称为新派苏帮菜的代表 我们店的图丝面包吗 不是 不是的 这是我们中国的富贵盐局蹄蹄蹄蹄 蹄蹄蹄 是的 那蹄蹄蹄在哪呢 这就是在里面 他也要用这个工具把它砸开 嗯 太香了 是不是感觉整个屋子 都已经充满这个肘子了 我弥漫这个肘子的味道 香气不迷 哇 你看 特别嫩啊 我都已经 特别嫩 哇 你看看 哇 嫩到特别棒 就是不是像一般烤出来的 这种东西会很干 但是它在 它们吃起来很糯 很糯 是吧 吃起来很糯 这个菜它的起源 它就是根据叫花鸡 发展演变过来的 现在叫花鸡呢 就是苏州的一个地方特色菜 波兰人就是 吃肉的动物 就一定会喜欢这个菜 而且吃肘子 一定要喝啤酒 那我们边喝边 喝点啤酒 干杯 富贵盐菊提棒的特点是 肉质酥糯 香气四溢 肉中透着蔬菜的味道 潘大师 你怎么想到用这样的方法做这个肘子 以前的提款都是红烧什么的 太单一了 然后我们就把这个 盐菊提棒的烤制 跟浇化进去烤一下 那这就是你个人的发明 可以说是吧 对对对 盐菊提棒的烤制 第一步就是腌制 腌制时要放进洋葱 芹菜 胡萝卜 蔬菜有去腻提鲜的作用 第二包制时要放入冰块 保证烤制出的提棒不失水分 最后是烤制 苏巴菜最讲究的就是火候 所以烤箱温度控制是关键 就是在180度 三个半小时 慢慢慢慢烤 其实我刚刚吃这个肘子 我觉得特别好吃 我觉得我可以说 这是我这一辈子 吃的最好吃的肘子 是不是我是第一个外国人 吃这样的肘子 不不不不 这个是我在法国 法国总统也吃过这个肘子 那我今天跟法国总统 是一样的待遇的 太荣幸 太荣幸了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苏州水网蜜 不仅给苏州带来了 取之不尽的美味鱼虾 也给苏州留下了不少口味 纯美的水生植物 身为苏州水八仙之一的雌菇 正是苏州人出东菜桌上 不可缺少的美味 阿姨今天风潮告诉我 你做的那个 有一道菜 你做的特别好吃 是刺骨少肉是吧 刺骨少肉 对对 苏州人吃饭 讲究以时令选食材 这个季节 正是刺骨大量上市的时候 刺骨有很多做法 可以清炒 也可以配猪肉炒制食用 最受苏州人喜爱的是 雌菇烧肉 大一点的 就是这种 这长在哪 在水里吗 就是这个湖里边 有一点水 有一点泥的 就是不是泥太多的 田里边也可以生的 那我们今天做的菜 就要用它干嘛呢 不是烧肉吃的 它的味道是像什么 像土豆吗 有一点苦的味道 有点苦的味道 一点点 但是烧肉 烧肉一点都没有了 这个石骨呢 就是一点没毒对吗 就把这个皮 刮一下 一定要泡皮 不能吃皮 这个皮苦 这个雌菇的皮 一定要剥干净 一定要剥干净的 因为这个雌菇的皮 它不仅是苦的 而且它什么 它对铅有大量的吸收能力 吃了之后 人体会不舒服 你刚刚说 为什么配得要切块呢 切块嘛 容易熟 切一小块 一小块 如果你切的片呢 烧肉容易浮掉 放进去 炒一下 炒一下就好了 再放一点酱油 最后一个菜 大家吃吧 一起吃 其实吃雌菇 这个时候吃雌菇 也是最好的一个实力 这个雌菇 它也有个药用价值 它是有一个 什么价值 指壳化痰 指壳化痰 这个冬天 空气比较干燥 容易得一些 呼吸性的疾病 然后吃这个可以预防 依依哪道菜好吃呢 这个 这个好吃 那我下次有机会再过来给你烧一个这个菜 好的 好 那就来 拉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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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烧菜 就感觉 在苏州 雌菇烧肉是一道家常菜 说起来 雌菇还是一种很有意思的菜 如果和素菜一起烹饪 整个菜就会变得苦涩难艳 和肉类一起烹饪的时候 则会变得鲜香可口 相隔一张 所以雌菇被人们戏称为贤贫爱富的菜 作家陆文夫有篇描写苏州美食家的小说 文中曾这样形容苏邦菜 苏州园林甲天下 苏邦菜吃的文化也是登峰造极 小说中描写过一道八费汤 是木独镇十家饭店的十大名菜之一 也是苏州传统名菜 斑鱼生长于苏州水域 与河豚同为一颗 但没有如性 肉质鲜美 内脏可入汤 这是巴鱼 我们等会儿做八费汤的原材料 你在给它按摩吗 我又鼓起来了 像一个气球一样的 它不喜欢我的生魔器了 早在四百年前 八费汤就在苏州盛行 不过那个时候叫斑肝汤 1929年 国民党元老余佑先生到石家 品尝了斑肝汤 由于他是陕西人 听不懂苏州的方言 就把这个斑肝汤讲成了八费汤 从此以后就是八费汤 就是这样的名字 一直传承到现在 只是因为汤是一个陕西人 它听不懂我们在前面 出色的方言 八费汤的制作 最重要的是调汤 要用上等的鸡汤调制 稳火熬汤 保持汤料清澈见底 小说美食家中写道 东酸希腊 南甜北咸 大家只知道苏州菜都是甜的 实在是个天大的误会 苏州菜除掉甜菜之外 最讲究的便是放盐 盐能吊百味 如果在八费汤中忘记了放盐 那就是淡而无味 盐一放 八费鲜 火腿香 纯菜滑 笋片脆 如此可见苏邦菜的精细 如火纯青 翠花 这就是最正宗的 十家饭店的八费汤 八费汤 对 八费汤 八鱼的肺在哪呢 这个其实是八鱼的肝 你知道鱼是没有肺的 我们这个八费汤 它有一个吃法 有一个讲究的 叫冷肝热汤 怎么讲 所以你必须把这个肝 先拿出来 冷却以后 它会上面 其实那个小泡 小的猪泡 其实它是鱼肝油渗出来了 出汗了 对 厨称就是出汗 其实它的鱼肝油渗出来了 鱼肝在出汗现在 那就第二步 就现在它鱼肝油出来之后 不能用筷 不能用筷子 要用条根 只能抿不能咬 我现在不能说话 我在享受这个抿的过程 哇 全都是那个鱼肝的味道 在嘴里 清香的味道 巴肺汤的清香 是几百年来 一代一代的制作师傅 共同创造的 圣君师傅 今年39岁 是石家饭店制汤的 第三代传人 他在熟练掌握 先人独家秘方的基础上 又有了创新 在原来只取鱼肝 鸡汤调制的基础上 加入了斑鱼皮 这样暖性的鱼皮 与寒性的鱼肝 形成了良好的互补 小桥流水 粉墙带瓦 越河边的苏州是古老的 在这里你可以品尝到最正宗的苏 属桂鱼 雪花蟹斗 这些传统的苏帮菜 依然保留着淳朴的苏州味道 而苏州又是现代的 川菜 卤菜 粤菜 各地美食 在这里融会发展 让苏州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 美食天堂 波兰古顶翠花 也运河一路北上 来到古城扬州 扬州是古运河上诞生的第一座城市 这里的美食也与运河息息相关 没有馅的包子还叫包子 嫩豆腐也能切得千丝万缕 吃鱼头为什么要拆掉骨头 本集翠花仍带你一起体验 扬州的美食文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